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今天说人解字来说 曾子 曾身 字子鱼 是称曾子 曾子是孔子的弟子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世人尊称宗圣 曾子十六岁拜师 是孔子思想的主要继承人 传播者 他将儒家思想 一以贯之归纳为忠述 也就是竭尽心力推己及人 提出自己的修养方法是 无日三省无身 并且以孝为美德 认为慎忠追悦民德归后 除了有所主张 曾子也有作品传世 他参与论语的编写 也写礼记 大学以及孝经 都是儒家的重要经典 曾子以发扬人道为己任 无论以哪种角度谈论孔子的人道 基本精神都是奸善天下 曾子认为这项任务十分艰巨 而且一旦担起大任 便是一生的事业 曾子说 是不可不鸿意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不亦众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任重道远 责任重大路途遥远 曾子非常孝顺 他在瓜田除草 不慎割断瓜苗的根 父亲一怒之下 打了他一顿 曾子被父亲打昏 倒在瓜田里 许久之后 曾子醒了过来 向父亲认罪 接着操琴唱歌 表示自己身体健康 孔子之道后 对曾子说 父母轻微的惩罚要承受 如果重了 要赶快跑 你这次在父亲圣怒之下 委屈自己 受他一顿重打 岂不是献父亲于不义吗 这怎么能说是孝呢 曾申认为自己犯了大错 很是惭愧 这就是曾子受障的典故 我把棍子拿起来 我就跑了 还让他打 所以你比较聪明 二十四孝里的 孽子痛心 也和曾子有关 曾子上山砍柴的时候 家里碰巧来了客人 母亲独自在家 不知所措 就用牙咬破自己的手指 山上的曾子 忽然心头一痛 觉得母亲 应该是出了什么事了 背起了柴 迅速返回家中 他贵问 母亲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就说 有客人忽然来了 所以我咬了手指 让你知道 所以是下道士手手吗 哇 有这么可爱 有个同样名叫曾申的人 杀了人了 乡里不清楚真实情况 和曾子的母亲说 曾申杀人了 母亲起初说 我儿子不可能杀人 如常织布不加理会 不久又有人跑来说 曾申杀人了 母亲还是不幸 继续织布 但是第三次有人跑来说 曾申杀人了 曾子的母亲都害怕了 心中动摇 她丢下织布的梭子 逃走了 贤良如曾子 一旦多几个人来说 他杀了人 就连他母亲都会相信 逐渐流言能颠倒是非 这段故事就演变为成语 曾申杀人 比喻流言可畏 小时候我妈只要听一次我打人 我妈就信了 曾子的妻子要前往市集 儿子知道了 哭闹着想一起去 妻子不愿带儿子 骗他说 你乖乖留在家里 等我回来以后呢 就把家里的猪杀了给你吃 孩子就听话不吵了 不久 妻子从市集回来 一进门就看到 曾子儿子在捉家里 还没有养肥的小猪 妻子着急了 就推开孩子对曾子说 我刚刚不过是哄孩子的 你怎么当真了呢 曾子却认真的说 不能随便和孩子们开玩笑 孩子不懂事 以父母为学习榜样 父母怎么做 怎么说 他们就会跟着模仿 如果你随口说说 言行不一 就是在教孩子说话 杀智教子 就指父母对子女 要言而有信 才能建立信用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次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